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把它放在这么一个语境中来讨论 所以可以看一看 虽然我们讨论1956年 其实这个可以往前和往后的 有一种以这个年份 围绕这个年份的这样一种语境 所展开的一种 展开了一种文学史的一种变化 这部小说 这篇小说其实不长 大家在那个我们的 应该是洪老师编的那个 文言作品选里面有 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么其实你会发现 这部小说呢 它其实是写一个志愿军的战士 和朝鲜姑娘之间的爱情故事 它其实选择这么一个角度 是吧 那么这个爱情故事呢 大家会知道这个爱情故事 它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爱情故事 其实它在这里也是表现出中朝的一种友谊 是吧 在今天看起来这个角度构思是很巧妙的 而且那种爱情它没有实现 其实类似的一种构思 不知道大家记得那个刘宝的故事吗 看过电影 是吧 大家会唱那个歌 久久那个艳阳天 是吧 刘宝的故事 那么它那个写的也是一个不能实现的爱情的故事 它后来改成一个 改编了 改编久久艳阳天 是吧 它小时候发表的比较早 做的实言 是1950年发表在这个南京的一个文艺的这个杂志上面 是吧 后来1957年改编成电影 是不是 那个它有真能真事 它说有一个战争 解放战争的时期呢 就是说 有一个解放军的这个部队 住在一个村庄上 村庄上呢 那么一个战士呢 在他的那个衣服里面 所以大家现在你们不知道 没有 有政治和历史的爱情 总是那么的悲剧 那么的震撼人心 是吧 爱得那么的激烈 那么你们现在的爱情非常隆语 是吧 今天爱 明天不爱 后天又爱 是吧 所以非常非常自由 那非常自由的爱情呢 它总是在飞翔 是吧 总是在飞翔 离开了大地 离开了悲剧 是吧 不像我们这辈的人 是吧 这个心理上都是一道一道的创伤 是吧 满心的伤痕啊 但是那个年代更厉害了 是吧 他动不动就跟战争 是吧 就跟这个死亡联系在一起 所以大家看一看 就是 他后来当然改善刘宝的故事 那么就被认为这个故事的 石言写的这个小说 他就觉得 那个悲剧性太强了 后来改善电影 他就完全去掉了那种悲剧的故事 而是写得非常乐观 非常美妙 是吧 那种 但是也还有一种感伤的 忧郁的那种气息 南方江南的那种田野 他写的是江苏的那边的故事 是吧 然后这个 那种田野 那种风光 是吧 那种青春的那种感觉 感伤 写得非常的好 其实这部小说 你也可以看到 它 我觉得多少有一点 有一点 有一点那种意思了 有一点那种意思 就是 那个时代的革命文学的一种 共同的一种构思了 它其实是想通过爱情 来反衬这样一个战斗的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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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高感 反衬战斗的一种崇高感 就这种爱情 一定要融入一种战斗 一定要融入一种革命 一定要在革命当中 这种爱情 它才会发出一种闪光 所以在某里先生说 那个年代的爱情 如果说没有政治的创伤 它是不可能的 恰恰的 我们今天会看成是政治的创伤 在那个年代会看成是一个 在政治的这样一个背景底下 它所散发出来的 那种崇高感 所以总是有一种悲剧 悲剧中的才有一种崇高感 当然也是 类似黑客所说的 永恒的正义的胜利了 其实这部小说 你会发现 写爱情的篇幅非常非常少 它大量的篇幅是写战争 甚至战争中的行动 是吧 它在窝底上的那个战斗 那么你很惊奇 就是说 那个年代写战争 它会写得这么的详细 大家如果读下这篇小说 非常惊奇 就是陆林他到过朝鲜的前线 他去了那个前线 他去前线采访 他自己应该是有过非常细致的 有过非常直接的战斗的这种经历 同时对于那样一个战斗的过程 你发现他们 他对战争的整个过程细节的描写 都是非常令人惊叹的 大量的篇幅 小说百分之七八十的篇幅 八九十的篇幅是在写战争 写战斗中的行动 所以它是这么一部作品 其实呢反过来说 这部小说其实它是想写 我们的战士在战斗中的那种勇敢 是吧 它只不过是把这个爱情 作为反衬它的一个情感的一个意图 但是非常奇怪 就是说所有批判它的人呢 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那个爱情上 就论为在这个爱情中 怎么能够跟朝鲜 中国人民志愿金是 监负着祖国和人民的希望 怎么能够跟朝鲜的姑娘 这个轻轻我我 是吧 怎么有爱情没了眼去呢 其实它是没有的 其实它是非常微妙的 细微的一些接触 而且是 摩尼莎是朝鲜姑娘的 这样一个单相思 是吧 是她的单方面的这样一个相思 而我们的战士 它是带着一个非常 这样一个纪律去对待 这个时间关系 不不不 大家还是要读一下作品 那么红豆 我觉得这个红豆呢 是中普 中普呢 其实就是咱们百大的 他的父亲是冯友兰先生 中普 这个中普的红豆呢 其实是讲解放前夕的 一对大学生之间的爱情故事 在五十年代 描写爱情故事的作品是非常少的 所以你像挖地上的战役呢 这个像他写的这个非常 在战争中的多一点爱情 已经受到批判了 但红豆它是怎么写的 红豆其实呢 它是在这里把爱情这个东西 做了阶级的处理 是吧 一个年轻的女性在爱情与革命之间的 忧郁与选择 经过小资产阶级事的徘徊之后 它战胜了各种的情感 论清了资产阶级情感的虚伪 而投身与革命 在今天看起来 这个小说是试图从阶级对地的观点 来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 它写的这个江梅和齐红 这两个男女处理工之间的吸引 这是纯粹的青年男女之间的自然的情感 但是经过男女之间的吸引之后 阶级冲突的问题冒出来了 所以大家注意到 这个与江梅同宿舍的萧素 是一个革命者 他在另一方面吸引着江梅 江梅的梦想 现在已不是那么那种透明的 颜色非常鲜亮的少女的梦 局势的变化 萧素的被捕 齐红的爱 以及自己的复杂的感情 使他懂了许多 那么这里有一段他们的对话 齐红是被描写成 是一个资产阶级背景的 一个少爷一样的 公子哥儿一样的男士 那么江梅呢 他也是有一些更为复杂的一个背景 充满的 也有一种憧憬 这样一个爱情 冲击的爱情 同时呢 他家庭背景也很复杂 既有资产阶级的背景 也有劳动人民的背景 当然他 有一种更加复杂的描写 我书里面有具体的分析 那么你看这一段话非常经典 齐红说 你一定得跟我走 因为齐红要出国 要把他带出国 江梅说 跟你走 什么都扔了 扔开我的祖国 我的道路 扔开我的母亲 还扔开我的父亲 江梅的声音 细落油丝 他自己都听不见 自己在说什么 说到父亲两字 他的声音 猛狼大了起来 自己也吃了一惊 他们这里面很复杂 他父母的关系 我没有 时间去解释 我小说里面 书里面有分析 那么 齐红说 可是你有我 没 没 那个时候 这都非常浪漫的 叫一个字 是吧 非常浪漫 齐红用责备的语气说 他看见江梅眼里 闪耀一种 亮得奇怪的火光 不觉放松了江梅的手 紧握着一种 遏止不住的渴望和急怒 使他抓住了江梅的肩膀 他压低了声音 一字一字地说 我恨不得杀了你 把你装在棺材里带走 江梅回答说 我宁愿听说你死了 不愿知道你活得不像个人 我这样说的太暖落了 我宁愿听说你死了 不愿知道你活得不像个人 这才有一点像 但是大家要知道 其实在这里面 小时候一直在丑话 骑虎 是吧 把它写成一个非常自私的 非常乖丽的 甚至内心非常恶毒的 阴暗的一个人 是吧 那么 你想一想 他居然用这种句子 来表达这个爱情 所以你会发现 男女的爱情在这里面 它被一个阶级打落了 被一个阶级的这样一个关系 重新建构了 是吧 本来男女的爱情是 男女两个人的 是吧 一种自然的 这种男性与女性的相爱 他们的性格 他们的心理 他们的知识 他们的性格 是吧 他们共同的志趣 但是那个年代 所有的志趣 所有的志向 他都跟革命联系在一起 不是一个革命阵营的人 不是有一个 共同革命目标的人 我们是为了一个 共同的革命目标 走到一起 是吧 革命的目标 高于一切 所以 他们不是 一个阶级的人 所以处于不同阶级立场的人们之间的爱 是不是一种阶级强行变形的爱 本身隐含着深刻的悲剧 所以这与当时的 英雄与英雄之间的爱情模式不同 历史把亲人的爱情推到这个巨大的背景面前 他们的悲剧是注定的 阶级立场与政治理想不同的男女之间的爱 展现了人物更为复杂的心理 江梅明知其红与她 永远不会一致 但她还是爱得那么长绵 这种爱 像鸦片烟一样 使人不幸 而又断绝不了 这种爱情就像碎玻璃一样搁着人 这样的爱情描写 已经从当代文学中消失很久了 小说的描写 无疑给人们吹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今天我们看 大家会觉得这个爱情的描写 带有太强的被政治污染的这种痕迹 是吧 齐弘 她就被写成一个公子哥儿 少爷不良习气 心情恶劣 性格也乖张 是吧 但是江梅呢 又那么的爱她 又那么长绵 但是呢 实际上这种作品里面 你可以读出那个年代 青年男爱情的非常的 也有它非常真实的另一面 就是说 青年男爱情总是受到一种 阶级关系的一种压制 不同的阶级的人 他们是无法走 最终走在一起的 总是一种悲剧的方式来告终 其实在文化大革命 在我们那个年代 男女自杀了很多 就是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 无法结合在一起 无法结合在一起 所以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 当然我们抛开她对 齐弘的这种人格化的 这样一个歪曲 那么包括对江梅的心理的 某种程度上的一种概念化 一种表达 她在那点上 就是写出那个年代的青年 他们的爱情 如何受到政治的一种介入 阶级关系的介入 那么这一点 我觉得她是写得非常的 非常的直接 也写得非常的尖刻 所以这个作品你可以 我觉得依然可以 把政治的那一个层面 跟它剔除掉去 可以看到它的内在的那种质感 我觉得可以在这个以上去看 关于百合花 那么这个小说是写得非常的优美 是吧 她是写一个新婚的小媳妇 一个战士 是吧 年轻的战士 她和小媳妇 像小媳妇 这个战被子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小说的最后 是这个小媳妇 用她的新婚的被子 裹了这个 战士的 年轻的战士的尸体 那么这个构思也是非常非常妙 我觉得这部小说 这部小说我觉得写得非常非常的感恩 百合花 是吧 缝着百合花的那个被子 是吧 那么 她看到战士尖上有一个破洞 是吧 她其实知道战士已经死了 她还一针一线地为她缝 最后她亲手把她结婚被子 平平长长地铺在棺材底 半条被子盖在她的身上 由此来表达她对死去的 年轻战士的爱 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 在月光下 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 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 色上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 这象征纯洁于感情的花 盖上了这位平常的 脱毛主的年轻人的脸 那么 确实 这个小说写得非常的感人 当然 它依然要表达的是阶级的爱 革命的爱 是吧 爱战士 爱我们的战士 这个爱是超约一种私欲的 超约情爱关系的一种爱 那么这一点 是 这部小说的一个 关键的一种要点 就是它不能够触及到更深的 如果今天我们来写 这个小说背后 它会有别的东西 是吧 如果我出一道题 那你们改写百合花 你们会写成什么呀 你们可以尝试着构思一下 在今天你们来写 假定说 已经不是那里 虽然也是革命的年代 但是革命的年代 是不是有超约革命的一种爱 新婚媳妇 那么这个新婚媳妇 是一个剃头匠 是一个茄子 我来构思 这样很不恰当 是吧 那么 然后有一个非常帅的 脱毛族的青年 我这不行 这小说变成整个 变成很憋角的小说 我一直想写一篇小说 写一部小说 这个小说的开头 开头就是一个正善 我本来想写一部电影的开头 但是一直没时间去写 就是有一个茄子 我对茄子情有独钟 那么 那个茄子 一个四十多岁的 四十多岁的 将近五十岁的茄子 到一个镇上 那天突然间 来到一个镇上 然后带着一个非常漂亮的 长得像巩俐的 二十几岁的 妻子 也不知道是不是妻子 就来到这个镇上 这个电影 或者说这个小说 从这里开始 然后呢 我觉得 从这里开始 发生了 发生什么故事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小说其实呢 有一种革命的外衣 是吧 在这种革命的语境当中 它背后 它会有什么东西出现 它会有什么东西出现 但是在那个年代 我觉得它是一个 最极端的方式 它以最极端的方式 它以它最 可能的方式 无限的方式 它抵达了 那种爱情与革命的 一种极限 不是爱情 爱的极限 爱的极限 我觉得它是 以它的方式 重新处理的一种爱 借助了一种革命 就是说 在那个年代 能够借助革命 来表现爱 我觉得这已经是 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非常非常了不起 大家知道 那个年代没有 非革命的爱 你所有的爱 必须寄生于革命 是吧 那么直到今天为止 我们所有的电影 和所有的电视剧 都必须和革命 联系在一起 还是这样 是吧 你才能进黄金时间 是吧 中亚电视台的黄金时间 是吧 你才变成大片 你看风声 人间正道 是吧 然后是什么 什么什么 都是 所以这是我们 这样一个文学的传统 是吧 其实这种传统 直到今天 它还是在起作用的 好 本来后面有这个 《青春之歌》 这就 这是谢芳 这个不是杨末 这个谢芳啊 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 这个梦中的偶像 我们的偶像 这个 这个应该是谢芳吧 好 那这个我们下节课再讲 好吧 实在是讲不完 好 那就先下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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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